人生独逆旅,我亦是行人,大家好,欢迎收看今天的国学心旅,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,一个女人最好的福祥,不是丰满,也不是善良,其实就三个字。 曾国藩说过一段话,人心能静,虽万变纷纭亦承然无事,不静则艳居闲暇,亦冲紧亦迷宁,静在心,不在静。 对于一个女人来说,年轻时可以拥有自已张扬的青春,像一朵娇艳的玫瑰向上怒放,但是随着时光流逝,有的女人悄然落败,有的女人却能优雅迷人,有这样一句话,一个女人最好的状态莫过于,眼里写满了故事,脸上却不见风霜,不羡慕谁,不嘲笑谁,也不依赖谁。 只是悄悄地努力,吞下委屈,为大格局,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 总结起来,就是两个字的藏镜,简,明白这个道理的女人,后半生都很有福气。 藏起依赖,清醒自爱,独立,永远是女人最大的底气。 正如有人说,站在树枝上的鸟,从来不会害怕树枝断裂,因为她相信的不是树枝,而是自己的翅膀。 对于女人来说,骨子里有坚韧,气场里有自信,生活里能独立,就是人生的赢家,活成这样的女人,从不是爱情为唯一的救赎,更不将婚姻视为命运的改变者, 反而懂得好好投资自己,实现自我成字,成为自己最坚实的后盾,也赢得了生活的青睐。 想想电视剧《三十二一》里的顾驾,一开始虽然是名权之太太,但她不甘于平凡,一直以家庭合伙人的身份,展现自己的才华与智慧。 她眼界开阔,祝福创业,参与公司的日常运营,谈生意,拉业务,样样精通。 即使后来老公出轨,顾家也没有自怨自艾,她选择从容面对,转身离去,专注于自己的事业,最后活得风生水起。 这让我想到刘晓庆说过的一句话,女人凭自己双手挣来的,才是真正属于你的。 只有住在自己买的房子,开着自己买的车子,才是最踏实的。 因为这个时候,没有人敢对你说,滚出去。 学着做个独立的女人,既要信任伴侣的能力,也要确保自己有足够的力量去面对生活的风雨,让内心更坚韧,更强大,才能活成最好的自己。 苍起推堂,唤醒热爱。 歌德曾说,人之幸福,全在于心之幸福。 人生一世,本质上就是一场心灵的修行,我们所追求的。 不仅是物质的富足,更是心灵的宁静与愉悦,心情好,万事皆美好,心态强,可抵万般难。 央视主持人朱迅就是最好的例子,在事业巅峰之际,他却遭遇了假装陷癌的打击,面对如此重击。 许多人或许会陷入绝望的深渊,但朱迅却选择了以孝面对,他在自传中坦言,以病为师,可以学到很多东西。 我爱孝,如果我说孝能治病,你信吗? 我信。生了病,不恼怒,不哀怨,不指责,不放弃,不吓唬自己。 该来的一定来,要走的留不住。 在那段与病魔抗争的日子里,朱迅没有颓唐,更没有放弃,反而试着坦然接受,积极治疗,重新唤起对生命的热爱。 如今,朱迅依然站在舞台上,自由且幸福。 这正是因为他懂得,生活就像一面镜子。 你给予他微笑,他便会回赠你欢乐,你若抱怨,他亦会映照出你的痛苦,世间万物,皆有心生。 只要掌控好自己的情绪,调整好心态,就能收获源源不断的惊喜。 如此,生活也会更加顺遂,苍起挂碍,心盈前行。 杨将先生曾写过一句话, 人这一生,无非是认识自己,喜恋自己,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。 热闹散场,繁华推进,我们终要学会和自己相处。 杨将先生便是如此,他习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,以书为伴,笔更不错,钻研学海,看似孤独,实则内心风盈。 相比交友,这样的独处,反而能让人在寂静中找到真实的自我,享受灵魂的安宁。 即便历经风霜,面对亲友的离别,他依然保持着内心的平和与坚定,走完了自己精彩的后半生, 一如周国平曾评价他史说的那样,他在细心地为灵魂清点心囊。 人这一辈子,不是为了迎合每一个人,而是要学会与自己相处,不必纠缠于无意义的人际纠葛,不必为别人的情绪而左右自己, 更无需过分在以他人的心思,留下宝贵的时间,规划自己的生活,培养自律的习惯。 就像于华说的那样,我不再装模作样地拥有很多友人,而是回到了孤单之中,以真正的我开始了独自的生活。 独处是一种智慧的沉淀,能与自己邪相处的女人,才能拥有真正强大而丰富的内心,捐好静秀,形象优雅。 作家林慧音,女人温柔要有,但不是妥协,我们要在安静之中,不慌不忙地坚强。 一个女人在岁月更迭中越活越好的样子,往往是捐好静秀,形象优雅,就是外表甜尽秀美,不济不躁。 从她的身上,往往可以让人感受到岁月的静好。 其实,这种外表,才是历经千番过后的淡定与从容,也是长久以来,褪去浮华与稚嫩的成熟,让自己以更舒服的状态看人,看世界,看自己,向由新生,近由新转。 当自己拥有甜尽的成熟心态时,注定了自己就会成为一个越发安静的女人,举手投足间透露着优雅与迷人,真正让自己活成了一道最美丽的风景线。 自始至终,她们从来都不追求过分的浓妆艳抹,或者是精雕细琢的修饰,而是保持着自己最舒服,最自信的一面。 不管在什么场合之下,都能越活越迷人。 捐好静秀的女人,总是会让人感觉到春风拂面的美感,并不是她们长得有多倾国倾城,恰恰是从内到外头露出的安静之美,才会让自己越活越舒心,越活越通透,内心甜静,不卑不亢。 作品《瓦尔登湖》中写道,内心的充盈胜过繁华万千。 真正内心充盈的女人,不是装得太多,而是能够拥有甜静的力量,让自己知行合一,始终可以保持清醒,不会受到纷纷扰扰的困扰,以不卑不亢的态度活好当下。 不管事事变迁,也会有自我的精神追求与生活态度。 在繁忙的生活中留给自己一块清静之地,可以找回真实的自己,也可以拥有挚爱的兴趣,让自己活成最喜欢的样子。 自我内心的甜静,其实也是一种自我修行的结果。 不管遇到多少坎坷或者挫折,从来不会过分否定贬低自己,而是能够拥有清醒,找到属于自己的解决方案。 人生多变,事实无常,当自己能够保持一份甜静,其实就是少了一份冲动与异怒,让自己在冷静中提升自我,不会给自己留下遗憾,也不会给别人造成伤害。 当自己真正具备生活的智慧时,越发懂得内心的甜静,才是自我走向成熟的开始。 它可以让你审视自我最真实的诉求,也可以把一切浮云看淡,让自己稳定好情绪,在低谷中开出花,在生命的旅途中笑出声。 不管什么时候,一个女人最好的福相,都离不开内心的甜静,让自己变得不卑不亢,从容面对生活的挑战,最终让自己活成生命中最好的那个人。 生活静好,福气自来,有句话说,生活并不总是惊涛骇浪,而是平淡如水。 既然如此,一个人除了要具有关键时刻的决断力,更需要具备的还是经营好自己生活的能力。 有些女人可以在拥有更多或者高光时刻,洋洋得意,却无法在平淡的生活中过得有声有色。 有些女人却具备生活静好的本事,能以温柔宁静的心态在平淡中翩翩起舞,让福气自来,让人生多彩,真正的静好。 是内心喜欢美好环境的超然心态,让自己总是在平凡之中能够发现生活的小缺性。 点滴之间将生活装扮的生机盎然,也会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有情调,有诗意。 我之前认识一位大姐,在她的身上就看到了生活静好的样子。 每一天虽然简单又平淡,但是她却总能发现,营造生活的美好与愉悦,要么自己亲手插上一朵花放在窗边。 她说屋子里从此有了大自然的味道,或者自己出门锻炼时发现树林里多了一些不知名的植物,就会欣喜地告诉身边人,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一样开心。 只要自己有空闲的时光,都会跟着网上的教程学习如何做饭。 她还时常调侃,自己不出门也能吃遍全国。 正因为如此,她的身体健康,家庭幸福,身边的人都喜欢与她接触。 她说这就是福起而至。 减少他人依赖,清醒独立。 周国平曾经说过,要亲密,但不要无间。 人与人之间必须有一定的距离,相爱的人也不能例外。 婚后的很多女性因为依赖他人而让自己越来越脆弱,越来越平庸,甚至越来越不堪。 女人千万别轻易把法马压在别人身上,更不要试图去依赖任何人。 孙丽自从结婚后有娃后,当起了全职太太。 丈夫是一家大企业老板,她每天过着优渥的生活,以此偶然机会发现自己的丈夫出轨女员工。 她冷静后,找到律师协商。 她让律师想办法,当他如何保住这段婚姻。 原因很简单,自从结婚后,她就放弃了自己的事业,全身心投入家庭,照顾老公,生养孩子。 没有工作,没有社交,也没有自己的收入,完全依附着老公过日子。 所以,她现在只能收起委屈,睁一只闭一只眼,甚至想尽办法维持这段失败的婚姻。 孙丽的遭遇是不幸的,但她又是清醒的。 后来,她在律师和同学的帮助下,充实自己的热爱,做黎明少儿舞蹈老师。 自立更生后的两年里,她荣光焕发,主动向丈夫提出了离婚。 从此不再依赖任何人,身为女性,任何时候都不能把希望寄托在另一个人身上,形成衣服。 哪怕那人是自己的丈夫,不依赖他人而活,降低期待,保持独立思想和生活能力,不断提升自己的认知、智慧的女人。 从不把幸福快乐的期望寄托在别人身上,不去迎合任何人。 沉浸是做自己,做自己人生的大女主,活得清醒又独立,才是一个女人最好的副相。 减轻情绪负担,唤醒能量。 听过一句很深刻的话,一个失落的灵魂能很快杀死你,远比病毒来得快。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,目前与情绪有关的疾病已超过200种。 换言之,如果一个人不懂得如何减轻情绪负担,所有养生都是徒劳。 小鹿是一家报社的小编,繁忙的工作使她积攒了很大的心理压力。 她每次回到家,和家人孩子还没说几句话就发脾气,原本幸福的生活也变得一地鸡毛。 十五岁的孩子对她说:"妈妈,你把最好的能量都给了工作,回到家,却把一堆情绪垃圾扔给了我们。 一时间,小鹿竟哑口无言,这才意识到,自己的坏情绪负能量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。 从此以后,她开始关照自己内心的情绪,周末会去练习瑜伽,缓解了自己内心的负担。 工作中也渐渐找到秩序,每次下班回家, 她也会有意识地让自己平静下来,一身轻松地微笑着走进家里,通过对情绪的释放,和对自己的反思,每天的生活和工作都正能量满满。 小鹿的家庭也回到了从前的欢声笑语,坏情虚光临时,不妨找一处没人的地方,尽情释放负面情绪,然后接受现实做出决定。 让愉快的情绪蓄散心中的怒火,使自己逐渐冷静下来,人在身心放松的时候。 最理智清醒,能够对抗精神内耗,为我们卸下焦虑和烦恼。 当一个人卸下情绪负累时,才能轻装上阵,用更加积极理性的态度去应对当下,减缓身体压力,轻盈前行。 听说过一句话,压力与幸福是相互关联的,恰当地管理压力,就能将其转变为幸福感。 这几年听的最多的话题就是,人生下半场,听的是健康,一个女人只有守住健康,才是守住了有福的安稳人生,科学减压,学会与压力共存,生活才能张弛有度。 朋友黎敏是一家公司的中层管理。 出了名的工作狂,一门心思搞失业,为了拼业绩,常常忙碌到凌晨。 为了抢到合同订单,不胜酒力的她要陪客户喝酒到天亮。 即便她身体再不舒服,也会强忍着去公司上班。 因为够拼,35岁的黎敏是圈内小有成就的单身女性,有房有车,有存款。 在她以为自己年轻,可以一直保持旺盛经历时,去年的一场大病不期而至。 急性扁桃体炎引发了40多度高烧,前后长达半月之久。 黎敏一度虚弱到无法直立行走。 痊愈后不到一个月,黎敏重新返回到工作岗位。 稍微熬个夜,她就明显感觉到体力和精力大不如前,身体疲惫。 经历过一场大病后,黎敏幡然醒悟,从今往后不敢再肆无忌惮地虐自己。 因为身体真的有可能因透支而报废。 当身体种种病痛来袭,才发现,没了强壮的体魄, 外在的一切都将失去意义。 良好的健康是我们生活的根本,适度的消耗体能和精力是完全可以接受的。 然而,如果把身体仅当作一个可以任意使用而不进行维护的工具, 即使是最强健的身体最终也会垮掉, 最幸福的女人并不是没有压力的人。 而是与知科学共处,去挥洒汗水,去享受运动, 再畅快地间隙,让那些积压在身体里的阴霾随风消逝, 管理好自己的身体,不透支自己,减轻身体压力, 才能轻盈地去追逐想要的未来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分享。 如果你也喜欢本期内容,欢迎持续关注,点赞订阅。 请不吝点赞订阅。